好那么另外看到这个画面是在阳明山 清晨也下起雪来了 有不少的追雪族呢 一早就过来这边了 除了开车骑摩托车之外呢 甚至还有人骑脚踏车上山 而因为上午呢水气蛮多的 也因此让这边不断有降雪 积雪来到三公分左右 但是呢这个气温还是偏低哦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上山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暖 台湾很难得能够在地海白的地方看到雪 这一波霸王级寒流的助攻之下呢 阳明山也终于下起了瑞雪了 清晨也多就开始下 现在雪是越下越大 目前呢路面的积雪都有三到五公分了 为了这一片银白世界 不少人可是不惜舍计睡眠 清晨就出发 晨四点 凌晨四点起床 没有 是我目不知不觉就自己起来了 或许是太兴奋 小小孩可是自动自发 早走就上山赏雪 玩起雪球大战 丘雪的大战谁赢了 我赢了 我们四个长开一个 很感动 非常感动 开到雪真的好难得 因为现在尤其又不能出国 乘两点从台来出发 对 那时候我们很担心 搞不好到这里就没雪了 但是要冲冲看了 人生总是要冒险一下 不只要冒险 还要享受人生 这群人可是当场冲启咖啡 享受难得的雪中惬意 而说到冒险不得不佩服 这群在文化念书的大学生 我们骑摩托车 然后呢 然后遇到管制那边就只能用走的了 你们走多久 走了四五十分钟有 那为了这场雪 对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有 怎么说 快毕业了 终于有看到雪 读文化就离阳明山那么近 就四年内来一次这样 但最勇猛的绝对是这群 骑着脚踏车赏水的年轻人 我们平常也在骑 但是阳明山就是下雪的机会不太多 因为没有那么高嘛 所以我们只要有下雪 就抓到这个机会 就是顺便测试一下我们冬天的装备 不用出国 在台湾就能享有国外的美景 难得下雪把握机会冲一波 但还是要提醒您 山上温度低 一定要做好保暖 华新闻雷雅张震杰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